台中火车站铁路高架化即将在25号通车 告别地面铁道合车站 而台中市旧城复兴协会和椅子乐团 趁着假日在台中火车站前广场举办纪念活动 还制作了一首台中地面铁道的生活纪念之歌 唱出许多人心中感情 上百位民众共襄盛举 场面相当感人 火车站前的广场传来振振的歌声 以自己续的词曲 唱出对台中火车站地面铁道和车站的不舍 高架化后的新台中火车站即将在25号通车 为了告别地面铁道和车站 这天台中市旧城复兴协会和椅子乐团 举办一场载会台中地平线大合唱 我们这边其实长期以来关注台中车站附近的文化资产保存的议题 所以我们希望借有这个活动 除了看向就是开铁路高架的未来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台中未来 这个铁路高架化之后 是一个新的台中的城市玄关 我这两年来参与这个 他们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很不舍 真的很不舍 然后看到那个新车站要完成 觉得说时间越来越逼近了 心里就越不舍 这首在惠辣地平线 由台中在地年轻乐手组成的椅子乐团所创作 词曲中都透露着对台中铁道生活的回忆画面 而透过车站广场的假日人气 主办单位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透过音乐 唤起对台中车站周边文史资产的持续关注 开头我们是用那个比较是一幕景象的铺层 那比如说有点像是从郊区搭着一台火车 然后慢慢到了市区 然后看到车站的景象 然后后来看到那个车站的种种场景 我以前住在北部 我是从桃园坐火车去台北念书 坐了十年 所以我对火车的这个都很有感情 东京他们其实经过过去的地震 还有一些战争 然后那个车站一直有被修复 然后使用到现在 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还蛮希望 就如果有机会的话 台中旧车站也还可以继续被使用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有被使用 然后用它原本的用途 去跟未来的人见面 其实会比较好 活动现场同时设有在会地平线特展 讲述台中火车站 从1905年设站同车后 带动台中城市的繁荣 让台中成为西部重要的大城市 透过照片 不只让民众了解台中火车站的人文典故 也希望为台中火车站的历史 留下见证与纪念 记者林欧君 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